第480章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塔多将军作为金三角的霸主 生活方面自然是十分奢侈的 大鱼大肉 各种各样的美味摆满了一大桌 这顿饭 叶寒吃得很舒服 来到金三角这几天 他还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东西 虽然叶寒知道塔多将军未必是真心款待他 但是 能饱餐一顿 叶寒也不会亏待了自己的肚子 无影吃得很文雅 也吃得很少 不过看着叶寒那狼吞虎咽的样子 他真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好几天都没有吃过饱饭了 太不顾形象了 塔多将军只是在淡淡地看着这一幕 偶尔和叶寒说上几句客套话 以至于整个气氛不会太尴尬 半个小时之后 叶寒才吃饱 他放下筷子 看着已经吃好的塔多将军说道 今日多谢将军款待 他日将军去了华夏 在下一定会好好地招待将军 听到叶寒这话 塔多将军虽然心头冷笑 但他的脸上还是带着笑容说道 叶先生 你是本将军的朋友 我自然要好好款待你 如果有机会去华夏了 本将军一定会去打扰你 呵呵 到时候在下扫踏相迎 今日就不打扰将军了 说着 叶寒起身走过去和塔多将军握手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塔多将军和叶寒两手相握 笑道 既然叶先生要走 那本将军就不多留了 在金三角这段时间还希望咱们多多走动 毕竟我手上那件东西 叶先生也十分感兴趣 呵呵 将军说的是 在下告辞 将军请留步 说吧 叶寒转身一脸微笑地 带着吴颖离开了塔多将军府邸 将军 这小子这个时候 来找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叶寒和吴颖走后 一直站在塔多将军身后的弯刀 皱着眉头问道 对于叶寒 他总有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这个年轻人笑里藏刀 太危险了 塔多将军冷笑了一声 说道 不管他是什么意思 只要这小子暂时对我 没有什么坏心眼就成 对了 我让你查他是否还带着 其他人来金三角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文言 弯刀说道 将军 我还没有查到 表面上看着叶寒 确实是只带着一个女人 来金三角的 他并没有和任何人来往 继续查 对于这小子我们不能大意了 塔多将军眯着眼睛说道 叶寒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回去的路上 吴颖一脸疑惑地看着叶寒 这家伙去了塔多将军府邸 就吃了一顿饭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做 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听到吴颖这话 叶寒笑道 或许 对于那件东西 我已经有眉目了 真的 吴颖的眼神一亮 不过也有些不确信地看着叶寒 就和塔多将军吃了一顿饭 这家伙难道就知道了 当然是真的 叶寒自信地说道 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看来 我还真是小看了塔多将军 这人的心思还真不简单啊 连我都被他给骗过去了 你是说那件东西 在塔多将军的府邸 吴颖问道 叶寒点了点头 刚才和塔多将军握手的时候 叶寒开启了阴阳法眼 同时开启左眼和右眼 可以通过某件事物 看到过去发生的一些影像 这种能力 叶寒以前就已经发现了 不过眼下 叶寒把事物换作了人 一开始的时候 叶寒也不确定 他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成功 但是 在塔多将军身上实验过后 叶寒这个方法成功了 他成功地通过 塔多将军这个媒介 看到了以前 塔多将军去过的一些地方 其中 就有塔多将军 把那件三角形铁块 放在了什么地方 这一段影像 在塔多将军的府邸之下 还有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 除了塔多将军自己除外 连他的那些女人 甚至弯刀都不知道 而那件东西 就被塔多将军 藏在了这个密室里面 第一次去查探 塔多将军府邸的时候 叶寒并没有想过这一点 以至于他认为 塔多将军 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 毕竟 眼下对那件三角形铁块 有想法的人太多了 塔多将军 放在自己的别墅 这么明显的地方 很容易被人盗走 但是 塔多将军 给所有人都玩了一招 便不可能为可能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一招 连叶寒都被骗过去了 查了塔多将军府邸 两次都没有收获 只怕任何人 都会和叶寒 有一样的想法 无影的眼中 闪烁着兴奋之色说道 叶寒 既然已经知道了 这件东西的下落 我们是不是该下手了 如果下手晚了 被其他人发现了 我们想得到 就困难多了 叶寒沉吟了下 说道 深夜的时候在行动 为了防止出现变故 通知空老他们 让他们晚上在塔多将军府邸外面接应我们 我们的动作要快 如果能不声不响的 把这件东西拿到手 自然是再好不过 如果出现意外情况 就只能大战一场了 好 我这就通知空老他们行动 无影当即和空老他们那边联系了起来 一切都安排到位了之后 无影看着叶寒说道 叶寒 看不出你挺有本事的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那件东西在塔多将军塔的府邸 这个问题 叶寒不好回答无影 因为这涉及到他的秘密 自然不能对无影这个外人说 你真想知道 叶寒笑着看了无影一眼 无影白了叶寒一眼 说道 废话 我不想知道 还问你干嘛 可是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叶寒耸了耸肩 快步朝前走去 这话 直接气得无影在他的身后 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叶寒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 无影确实很想知道 难道叶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可惜啊 叶寒不说 无影注定是无法知道了 他所能感觉到的 就是叶寒身上的那种神秘 这是一个浑身都透着神秘气息的家伙 让人忍不住想要撬开他的脑袋去看一看 不过 当叶寒和无影一同回到他们暂住的地方后 在他们住的楼房外面 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待着他了 我会想要撬开他的脑袋去看一看 我会想要撬开他的脑袋去看一看 我会想要撬开他的脑袋去看一看